哈喽小伙伴们,我是耀耀 这局咱们用的游侠玩一个教程模式 看一下这个教官在跟着我们一起去前进 他是为了给我们介绍在途中的每一个步骤吧 遇到的这些东西什么的 也算是一个新手指导了 我觉得这个在玩之前也没有去解锁这个东西 然后咱们也去试一下 给的武器啊或什么这些东西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吧 可能说在咱们自己玩的时候 很多好的这些武器不太好碰到 需要后边咱们自己去制作呀什么之类的 你看这个是合成了一个彩虹加特林 样子也是非常的炫酷 是三把彩虹的那个枪合成的 子弹啊输出啊都很快 这个针不是说只有冒蓝火的加特林了 是不是 这个什么颜色的加特林都会存在 彩虹加特林的威力还是很大的 而且它废的蓝也不是特别的多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但是我们用这个游侠反正也是刚刚解锁的 玩的时候它是应该是这种灵活的职业 就不像咱们之前玩的这个骑士啊战士之类的这种 哇 上机器人了 上机器人之后就变得更加强大了 而且这个血量是先废的机器人的血量 等机器人爆炸了 咱们就可以又回到游侠的那个身份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机器人比较爽 是不是 它真是给了很大的伤害 是不是 头里应该是去打boss了 咱们把这些基础属性都捡一下 完成 不是boss吗 打了一个精英怪类似 解锁了熔岩骑士旺财还有2000的宝石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